5月份开始综合守得税申报 而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报税也延长到了6月底 而开始报税的这几天 以中区国税局风源分局来看 人潮是比去年少了25% 由于今年的防疫服务也在加盐 而分局还是鼓励网络手机申报 来减少人群的接触 也能有机会来抽到现金大奖 穿着防护衣的工作人员在门口收件 中区国税局风源分局一楼 也开设了14个柜台服务 也加装了防护革面 避免报税市民近距离接触 5月开始进入综合所得税的申报 而在开办的首几日 也似乎因为疫情影响 人潮比起往年锐减 报税的首日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或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到我们现场民众查掉 所得跟申报所得的人 民众都比去年还少 去年是1400多人 今年1000出头 所以减少人数大概是25% 今年报税部分 每个人基本生活费 从18.2万元提高回19.2万元 而申报一样可以通过手机及网络 但在申报服务上有更便明 有新增了可编修配偶 被抚养亲属所得额与扣除额外 还可以透过行动支付及电子支付账户缴税 我们财政部为了要便明措施 所以做了很多 在手机报税的时候 比去年增加了很多功能 像今年的手机报税 可以有编排功能 民众可以在家里利用手机 就可以报税 疫情严峻 分局鼓励大家 以网络或手机申报缴退税 轻松报税 还有机会可以报回现金大奖 因疫情报税全面展延到了6月30号 市民及早完成申报 也可以避免受罚 只有您在话台中才放不到